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李乐梅今年54岁 家住山东省东俄县牛角殿镇 在她的印象里 她这些年欢跟医院打交道了 其实李乐梅自己也有病在身 但是在丈夫和儿子相继病倒后 她就成了全家的顶梁柱 李乐梅为丈夫和儿子撑起了一片天 认识她的人都夸她 能干要强 早些年的时候 家里依靠丈夫彭仙君打工种地 养活一家老小 闲不住的李乐梅借着自家在镇上见面的未知优势 摆地摊 也卖过小百货 还开过服装店 后来还购置了街头的店面 这日子也算是过得红红火火 然而 命运却在2003年的时候 急转之家 这一年 丈夫彭仙君突发心脏病 做了心脏搭桥手术 那时候家庭也不做很好的时候 那时候也不报仇 不远以后就借了钱 撕下来借钱 彭仙君此后需长年服药 基本失去了劳动能力 遭遇此劫 这个家尽管背负了近十万元的债务 但李乐没坚信 这些债不是问题 总会还上 花了九万多块钱 我回来就平民地挣钱 我还是做服装生意 做服装生意 几年来 你看我的老婆婆 老公公 我娘家父亲 爸爸妈妈都重生病 我都维持这个家庭 2008年曙光似乎照进了这一家 儿子彭于心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 然而 2010年4月 她开始明显感觉身体不适 吃饭没胃口 容易容易涂 身上没劲 当时一个月瘦了大概三十多斤 经检查彭于心被确诊没尿毒症 医生建议她换肾 就此心切的李乐梅让女儿在网上发布求助信息 四处寻找肾源 很快就有人联系上了他们 2010年11月11号 患肾手术在林仪一家医院进行 到林仪了 我才知道 说是有个 买了一个肾 然后给我换了重点 我哪个肾都换了三十五万 她讲的是二十八万 她后来没犯 她一看我真做的 她为了看我九日子行起来 她有七价了 必须三十五万 你九个钱我都给你儿子做 然而 手术三天后 严重排异 宣告失败 彭于心持续高烧昏迷 危在旦夕 被紧急转到省地医院 做了肾斋图手术 当时为了九日子行起来 咱们没讲到 怎么就被他们骗了 他们给我做上这个肾以后 当天晚上我儿子出现了那种反应来 在给我儿子在肾中 我希望我没了 我后天喊弟弟 我难过 看着儿子遭罪 李乐梅既心疼又后悔 彭于心对妈妈盲目买肾的做法 也有些埋怨 我说 你们不懂这方面 有这么着急过关 拜华县 欠打费票 人才两空 差点人才两空 时间长了 我就心思着 谁不想着 让孩子自己好好的 我理解我妈妈的好心情 后来和 专门过来的事情 彭于心理解了父母的苦心 在调养透析两年多后 李乐梅突然告诉儿子 他又可以做换肾手术了 这一次 他要给儿子捐一个肾 原来 李乐梅夫妇都想给儿子捐肾 他们悄悄去济南做了检查 结果只有李乐梅跟儿子配行成功 原来说 我干嘛活了 我只要合适的情况下 我都可以 我不愿意叫他妈给他 都是不合适 我日子好好的 我一切都好 麻烦我保护我的生命 可是 彭于心的内心却非常矛盾 你说这吧 都觉得子思 我也想好好的换肾 这会好好的过 但是这个肾院 麻烦肾院 我不想要 很矛盾 2013年4月28号 彭于心流着泪 接受了母亲娟的肾 在济南军区总医院进行了第二次换肾手术 我弟儿挺小 大哥这么多害怕 这一天我也不害怕 我也坚强 我自己劝自己 你要坚强 我要日子 你要坚强 我自己走去手术室 我昨天手术出来之后 我姐姐过一过说 干嘛整个人第一句话都说 你弟弟进去了吗 完事了吗 怎么样 我当时我的心 我的脸结下来了 手术成功了 因为是直系亲属共肾 所以这次花费相对较少 但是母子俩报销之后 仍然需要自己承担20多万元的费用 据统计 亲属间捐肾 99%能用三年以上的时间 90%能用五年以上的时间 70%能用十年以上的时间 所以当年的5月20日 彭于心出了院 这一家人是满心期待着未来的生活 能够逐渐好转起来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 就在2014年的7月份 李乐梅给儿子捐的这个肾 只工作了短短的13个月的时间 就再次出现了问题 这个结果让医生都惊讶不已 李乐梅夫妇更是无法接受 这个残酷的事实 丈夫犯病住院时 家里只有1100元钱 李乐梅犯了难 父子俩都需要花钱救治 她该怎么办 我抱着我丈夫的头子说 实在不行 我得牺牲你自己 牺牲你我就乐子 为了孩子 为了这个家庭 我也同意了 我那时候也得整个家庭 我都成为富难了 危急时刻 亲友纷纷闻讯赶来 他们把救命钱 送到了李乐梅的手上 我家里的是 我侄子 起了十个月 九个八个 都给我送去的钱 他给我送去的钱 我都借着你 他这时候请 我永远忘不了他 政治 多个难关 如今 这个仍留在彭玉欣皮内的肾 已经基本失去功能 他只能靠每周三次的透析 维系生命 目前呢 就是一个维心透析 每个星期 应该透析三次 一次的话 就得花费五百多块钱 平时呢 病人还用一些 降压药 降血压药 另外一些 就种贫血药 费用可能一定上万的花吧 这些费用都挺高的 应该家庭也比较困难 医生告诉我 去的花两万多 我没钱给他去 他在里边 他不工作 他还没起什么坏作用 他起了坏作用 再说吧 以后再说吧 我再难 我再妈 我再借钱 我再供他吃一碗后 再偷袭 他不偷袭的难受 丈夫彭仙君出院后 身体也大不如前了 可他除了担心孩子 也担心妻子 担心他妈的身体 你去个身 以后人的地方 两个身体 你去我身体 你身一个身 你活着自己 很困难 这些 左手是丈夫 右手是儿子 十多年来 李乐梅艰难的支撑着这个家 为儿子捐肾 高血压 关节炎等 自己这些病 在他看来都不叫病 也顾不上 陪儿子透析 去医院取药 从家到疗程不下百里 李乐梅常常骑摩托车往往 锅头咸菜就是他的果实 这么来回坐车已经够辛苦的了 在这等会很辛苦吧 哎呦 我坐车我坐着够幸运的呢 我都骑着摩托车 在帮上帮上骨骑 也不久了 你不说去年骑摩托车摔了吗 摔了 摔了大巴 不是去年 我的年轻 来到地面以后摔了大巴 他腿也不好 腿疼 你要他在骑摩托车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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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 除了向亲友借钱 坚强的李乐梅还通过五户联保办理了贷款 负债数目已经超过了五十万元 他不得不把门面房卖掉用于还债 对于李乐梅来说 比这更让人煎熬的是儿子病情的反复 一次又一次的让他们失望 但是他知道自己是这个家的顶梁柱 自己绝不能放弃 不光不能放弃 还要想办法鼓励儿子振作起来 2015年的1月份 这位伟大而坚强的母亲的故事 经过当地媒体报道之后 一场声势浩大的爱心接力 由此展开了 在东俄县文明办工作的陆鲁 率先向朋友们发出倡议 号召大家献爱心 当时心里很震撼 不仅仅是为彭玉勋这种求生的欲望 更是为他母亲的这种 对孩子的这种无私的爱 无私的奉献 因为就是说我也是一位母亲 我也有自己的孩子 我对孩子的那种无私的爱 应该是每个母亲都有的 所以当时看到这个消息之后 我就想是否可以联系一下 我周围的朋友 一些就是说有能力的朋友 去发动大家做这个慈善募捐 东俄一家广告公司和骑行俱乐部的负责人 都积极响应 大伙打算共同筹划一次爱心募捐活动 这个陆如一说呢 我们就想用这个参与活动的方式来献到爱心 本身自己是做广告的 这些东西比较方便 也有这个能力去承担这一部分费用 2015年2月1号上午在东俄县城 近百名志愿者和爱心人士走上街头 为李乐梅一家募捐 然后李总那边提供了一台悬船车 然后我那边那个骑行队 带着骑一带我就是爱悬船 然后就是大约就是半个小时左右 影响力 对对对对 也就是为活动造势嘛 市民们被李乐梅的坚强所感动 为这一家的遭遇而感叹 一份份爱心款被放入捐款箱 当日共募集到两万一千五百一十三元 有很多是陌生人啊 就是可能刚知道的啊 一下子想捐三百到五百的一千 有很多这个周围小钱还能捐 那么的 当时我们自己都 这种都挺受感动的 面对志愿者送来的善款 李乐梅一家眼眶泛红 不断的说着谢谢 而彭于心 多年未联系的同学们 在得知她的病情后 也纷纷捐款 并想出各种办法帮助她 我是彭心的 然后高中同学 我们也是通过那个微信圈 然后后来了解到 然后这个事情 也是后来以后 我们同学呢 也是建立了自己一个微信群 大家呢 然后也都现出自己的一份爱心 希望然后我们更多的人 来关注然后这个家庭 对于这个家庭 然后一个温暖 来传递我们社会的一个正能量 我一直非常感谢我的同学们 以后不管怎么这吧 我会好好活下去 检验下去 同学同学都这么关心我 我怎么也得活下去啊 是吧 这场全程爱心接力 很快引起了多厄县民政局的关注 目前李乐梅一家三口的低保证已经办理 全家享受的低保待遇为最高档 搬离低保以后 这一个家庭没人没缘 可以享受140元的救助金 另外一料救助身批后 就是这个家庭成员 住员发生费用 经过行动和保销以后 可以享受命令部门 拿入通臭隔离子服部分的65%的救助比例 通过救助给这个家庭 解决世纪悔难 不管怎么着 反正是我妈妈和妈妈一直回 好好地活下去 过一下就快乐一天 希望我妈妈以后也好好地 能陪我多陪我一天 我也多陪我妈妈这几天 我们一定会坚强 有社会的好些人 保住咱们全家 咱们会更加坚强的 一定要坚强 这是采访中这一家人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也是这么多年来 一直支撑他们度过一次次难关的信念 对于彭玉欣来说 做透析啊 将是他今后长期要面对的现实 而收入来源也仍然是个问题 在受到周人的鼓舞之后 彭玉欣呢 正筹划着开网店 自食其力 好好活着 多挣点钱 为这个家庭多分担一些 他要像他的母亲一样 不管命运给予了什么 都笑着去面对 学会用坚强 同病魔同不幸 做顽强的斗争 我是徐俊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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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见